大家好,欢迎来到财妈的财商课堂 前几天看到单位的一个同事小美在身闷器 问了才知道,原来是小美在网上买了一只唇膏 到货了才发现是假的 现在又不能退,只能认栽 现如今网购已经成为大趋势 网购在便利的同时也时常伴随着假货与欺诈 在这儿小庆给大家分享一下网上购物的经验 首先就是实物与图片不符 有严重的色差或者质量问题 现如今很多卖家都是制图高手 很多漂亮的图片未必和真实商品一样 尤其是在色差等方面 还有一些商品的图片和宝贝说明 都是从官方网站上下载的 杂志上扫描的图片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网络上选衣服的时候 看到过很多一样的衣服但是价格不一样的原因 因此我们要多咨询卖家 在聊天中尽量对商品了解透彻 一定要看到实物照片 这样可以增加安全度 另外很多卖家出于免责考虑 都会把宝贝的实际情况在这里说明 越是轻描淡写的地方又要注意 如果收到质量不一的衣服 还好说可以退 和我们同事小美一样收到了假货 那就欲哭无泪了 那第二个需要注意的就是运费陷阱了 一些店铺中商品的标价很低 这个时候就要看看运费了 现在的运费一般同城是5块 异地是10块左右 如果该买家的邮费超过了15块 大家就要多多咨询了 小青就遇到过这种情况 想买一件日用品 没想到邮费就20块 我当时很震惊 于是马上就询问客服 所要发的快递公司 然后到该快递公司官网 查询了一下卖家地点 到买家地点的运费情况 其实根本就没有20那么多 我当时就截图发给了客服修改 当然如果大家时间有限 或者不想这么麻烦 就可以直接举报换一家购买了 除此之外 最后就是收获现金了 有些货物投递的时间比较长 等你还没有收到货 支付宝就自动确认收获了 因为支付宝默认的是 快递15天 别有30天 有一些无良的商家 就会利用这点 没收到货 卖家就以种种借口 要求买家确认收获 这个时候就一定要注意了 不要理会对方 一定要坚持原则 收到货满意后再确定 如果时间较长 一定要和对方协商 要求卖家延长交易时间 或者直接要求退货 如果遇到这种情况 立即申请 紧退款 如卖家拒绝 直接申请淘宝客服介入 然后把物流信息 与卖家客服聊天记录 截图上传 一般卖家都不会让淘宝客服介入 因为会影响到整个店铺的权重 聪明的卖家 都会手机联系买家进行协商的 谢谢大家捧场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